而另外一位绿色奥斯卡的得主呢 他则是关心台湾的海洋环境 他是郭祥夏 他呢自己应该算是金屯送行者 曾经处理过四五百只的搁浅金屯 每当有金屯搁浅通报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到现场 因为365天全天后24小时 金屯搁浅的原因 有迷路的 生病的 受伤的 有未来去协助做解剖的工具 累积可能四五百只了 我从part time入职开始到今年 好像是第13年还是第14年 我父亲他说脏的臭的 总是要有人去住 遇到我了就是我呀 我真的不怕藏不怕臭啊 整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加速了之后 让很多野外的生物 如果金屯在内他没有办法去适应它 那它就会灭绝 这是我们人类大家的集体贡献 一只金屯死亡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概台湾这附近的海域 发生什么问题 这些好处都会回馈到人 因为人类是地球上所有研究好处的最终的一个受惠者 我心中感谢 值得学习的人物我们都很想分享给大家 那么看到绿色奥斯卡之称的这个 灵业与自然保育有工人士的表扬名单当中 这里面有像退休老师 他默默的在金门一直在记录观察生态 还靠着自己的力量记录到40多种 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潮间带生物 以及这里面有基层公务人员 他们认真在保护石虎 还有检察官想方设法的揪出山老鼠 那么等等这些工部门私部门各行各业 他们为了这块土地所做的努力 值得被表扬 这个寒洞它原本是一个道路防灾的设计 它主要是为了应付山区的排水 那我们去用一个简单的力学原理 去设计了一个天车的开启的方式 通道一开通以后大概一周内 石虎就开始利用了 苗栗县它的潜山环境 维护的比其他地方好 那生态好那个食物量多 所以石虎会比较多 个人目前是负责石虎保育业务方面 那包括石虎的通报处理 救伤跟后送医疗 这两年来我们有做了LED夜间的发光的道士牌 友善环境动物通道第一席的工程 以504公尺长度的围网 搭配路面下的四座相寒 让石虎不再绝对穿越马路 用友善的概念去补偿它一个基地 看到野生动物也不要驱赶 也不要去喂食 因为喂食会产生一种它依赖的习惯 会改变它的野外的模式 就互相尊重 这个岛虽然看起来小小的 可是它的物种真的是很丰富的 我几乎把岛上所有的植物 大概都已经记录完了 大概有将近四五百种 这几年投入比较多的时间 记录朝鲜代的生物 最少上千种以上 这样七年我们就发现了一棵钟螺 这棵钟螺是很漂亮的 它体型不大 可是它的纹路 色泽 斑纹都非常地美 用我来命名为金门中卧 小岛来讲那种个性就觉得切瓦自信 觉得说我们这个岛好像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投入很多 我觉得我这个岛真的太让人惊奇了 包括它的物种的多样性 它的生态的多样性等等 每一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都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一个物种的消失 代表整个环境的一种伤害 我想让在地的每一个人都了解 自己土地上面有什么东西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然后让更多的居民 对这个岛的共存共隆 一开始只有查获一个人 从这个案件来当作起点 运用类似跑这个I2 跑这个资料的分析 出来的结果 从它的扣案的手机里面 做我们那个数位的彩证 因为很多模式会不断地上演 那会说有些人会重复 有些门号 有些车辆 有些地点都会重复 找到足够的资料来 让我们可以归纳分析出 说他们大概的人员有哪些 他们大概的模式有哪些 他们运用的车辆 或是出没的地点有哪些 最后变成牵扯到24个 嫌犯和15件的犯刑的案件 有拦截下来 大概3000公斤的电波 然后还有块木 红块 然后少部分是牛章 这对我们三年的资源 是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想要去找出相关的共犯 还有他幕后的金主 想找出 去把这样的犯罪去杜绝掉 做这个登山步道 其实实际上要先看环境 八仙山森林游乐区里面 因为天类步道 它本来就是已经有步道 只是损坏 那它的一些材料都是外购进来的 完全全部都是水人工化的 资本山里游乐区 它有一条步道叫七里乡的步道 它是新开闭的 所以那个全部都是就地取材 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做步道 其实理想中的步道是摄氏越少越好 符合当地的环境 把那个迫害降到最低点 我们应该最起码也要知道 跟大自然在一起 要跟它互相互相尊重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越多人来使用这个步道 然后增加它的身体的健康 抵抗力 它回家可以一样的很快乐 那是我们的成就感 当初我们成立七里保育协会 青洋蝴蝶农场 是为了想要让蝴蝶来参暖 让小朋友去观察 它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了解蝴蝶跟环境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它会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家庭 甚至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土地只有 整个世界地图0万分之2 但是我们的物种却有到 15%到20% 所以以前台湾叫蝴蝶王国 但是现在为什么蝴蝶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发现到蝴蝶跟起地 是息息相关的 蝴蝶它本来只有在春季跟夏季 会大量繁殖 但是现在秋季冬季都在 团子告诉我们暖化的时间太快了 我们用了很多各种方法去养生 但是我们却没有用心在养地养环境 我希望我们为后代留下一个 可以让环境更生物多样性 那这区地只要健全 花肉盛开蝴蝶自来 我们周祖猎人学手猎制度管理 完全是依照我们以前周祖老人家的一个 对猎场一个管理的机制 判人来以后 因为他们吃什么补什么 变成烂猎 变成生意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猎人 回到我们原来有的秩序 所以你进入猎人学会 你一定要签认同归约 老天爷给你多少 你就要带多少 他不给你 你就没有 你就乖乖地回家 周祖的狩猎行为是出命论 原住民手猎 他不是为手猎而手猎 他要认识环境 你必须要认识食物 认识一些动物 如果遇到你们随着世界末日 手猎采集 维生的时候就可以用到 你是靠大自然生存 所以你必须要维护大自然的平衡 你才能拥有一个 无情无尽的食物的蛋白质来源 猎人龟是跟 大自然的一个 和谐共存的一种机制 以前有这些烂烈的习惯 已经没有了 森林火灾时 林屋局第一时间会通知我们 各辖区的空勤的直升机 做森林灭火的勤务 十月到一年的四月 那这段时间是属于 山区的枯水期 我们往往在灭火上 最大的困难就是 取水的困难 家庭上在操作 这个灭火勤务时 有样的管制 所以往往我们 会受限到这些 行程的时间限制 造成作业上的困扰 森林灭火的发生 其实要累积的机会 是为乎其为 一般发生的都是 登山客 分调食物以后 这个残火处理不当 而引发了森林大火 一个小小的森林灭火 所耗费的财力物理 是一般老百姓 无法想象的 这片山林是大家的 我们也是希望 大家能够共同维护 这一片美好的山林 大家享受登山之鱼 更能够放开心胸 不要为了少数利益 影响到这片美丽的山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